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 我的名字叫李斐 我是生活在洛杉矶而玩的一个地想经济 我除了会拍一些房子的视频之外 日常我还会拍一些Vlog 在前面我拍过的一集 探店美食视频中 我提到了我和我的朋友Jack 我们将会做一系列的新的视频的尝试 今天我们就会启动这样一个计划 我的新车 刚提的 M4 很帅气啊 碳纤维的顶 哇塞各种碳纤维的配件 这镜子也是探线的 顶 镜子 内视也探线的 内视 哇塞 不过今天不是车的主题 没办法 尾箱也是拍部分的 嗯 后尾翼 改天我们再来一个这个 试车的主题 对 而且模特还没到啊 今天先先先先拍你的那个模特 模特人呢 模特还没到 差不多两点半左右到 OK 两点半 两点半来我们大便活了 下面我要问的问题可能让国内的观众朋友们会比较受刺激 你这个车买到手多少钱 税后9万出头 9万出头按照七算才7963 但是这个配置我刚才看了一下在国内 前面加个1吧 差不多要100多吗 前面加个1 150多万 不光尾翼是探线的 整个尾翼全是探线的 好轻 超轻 这个配置真的很高了 我们邀请了一位美女模特 因为我们的专业技能对她进行重头的感受 她在对着镜子练习开场白 拍Vlog或者是拍这种视频 你们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你们如果拿起相机或者手机 你们拍下试试就知道了 第一次拍或前面几次拍 很紧张的 说话就不容易的 她在练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景 这是我位于罗兰港的工作室 极简造型 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项素人改造计划 我们邀请了一位美女模特 用我们的专业技能对她进行从头到尾的改造 如果你想看到效果 跟着镜头 我们一起来吧 哈喽 大家好 我叫Yuna 今天很开心能够参加这个素人改造计划 摩托头发的底色比较偏黄 所以我们今天选的主色调是一个灰色系 然后会加入一些蓝色的部分进去 来对冲它的黄色 这样它出来的效果会有一点奶茶灰 一种雾面感的效果 其实当下比较流行的一种趋势 我们今天请到的美女模特叫Yuna 我刚刚得知她是一个学霸 伯克利路其他都没去 哇塞 然后去了UCLA 就像灌篮高手里的刘川峰一样 为什么去湘北 因为近 蕾蕾也来助政了专业摄影师 也来帮黄景拍她的这个素人计划 现在趁这个Yuna在等待的期间 我们去爽一下她的M4 来来来来 警察在干嘛 一位大叔开车的时候没注意 可能STOP没停吧 警察跟到警察上里面 把她给拦下来了 哇 好热 好强的山浪 哇 好热好热 说真的这一点还真比不上我们特斯拉 我们那个自动循环40度之内 哇 哇 哇 这简直是真有六七十度了 好烫 不过说归说人家M4这个座椅包裹性是真舒服 对对对 感觉 这样特斯拉就没得比了 我是一个1米85的一个帅小伙 但是我坐在里面头部空间 你确定是帅小伙不是帅老伙 然后别打岔 然后头部空间什么之类的都特别的好 然后操纵感呢 方向板握得也很扎实 你这变成专业的评测了 我这是日常Vlog 我们现在去买奶茶 我们不做评测 评测我们改天还专门做一些 那评测拍很多B-roll的好不好 所以今天没拍 看看 加速 起速 看台湾 感受一下 推秉感很强 单纯比加速特斯拉不速它 但是刹车就很明显不行了 还行吧 还行 开惯了特斯拉人也没觉得很暴力 又有一个被铺打的 罗兰港附近的交警还真的很勤快 哎呦我的个去 今天拍Vlog出现了一个计划外的人 这是谁 这就是我 如果你们有一直看我的Vlog的话 舒洋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去滑雪的 综综粉丝 现在是我的金厨 他们家在国内有一个外贸公司 所以可以帮我买房子的客人 搞些钱过来 看那笔到了吗 到了 下一笔什么时候 明天吧 好吧 现在轮到我了 我也要素人改造一下 先剪 先修剪一下 待会儿顶上做西纸汤 但是我跟他讲了 我不要那种渣男西纸汤 烫得稍微蓬松一点就可以了 没有 我闹得耍一下 就是我 那儿 拿下来 又上海 等下来 还是 提灰 我的素人改造计划还没有进行完 但是美女Yuna的已经完成了 哇塞 嗨 大家换呼一个 嗨 你好 你让我讲什么 黄磊来了之后就搞成了一个车磨拍摄 而不是素人改造 好我们第一期的素人改造计划到这里就结束了 之前大家可以看到摩托进来的时候 头发颜色比较偏黄 比较干 我觉得不符合它的高冷美艳的气质 然后今天帮她选了一款偏奶茶灰 带一点雾面感的放色 然后配合上高层次的一个减法 让头发看起来更加的蓬松 有纹理和动感 同时摩托家里面整理起来也比较方便 在衣着方面根据她的发型 我帮她选择一款调整宽松的顺杀 配合上一个紧身西装条短 来凸显她的身材 大家觉得我们这期素人改造的计划怎么样 记得评论留言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